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球确诊人数高达八万多人 死亡人数来到两千七百零二人 剩下来死亡率已经突破百分之三 尽管死亡率比SARS和MERS来得低 但是传播力超惊人 以病毒传染力R0值来说 介于二到三之间 也就是说一个染病者可能会传染二到三个人 最近包含美国还有瑞典德国跟中国大陆共同的研究 分别发现它的R0值其实超过三 大概是在介于三点二到三点七中间不等 有专家拿武汉肺炎和流感做比较 流感两周期间染病者少数致死 大部分的人完全治愈 但相较武汉肺炎观察其实四周多了一倍 部分死亡部分康复 但确诊人数有不断攀升的趋势 如果我们以以前的SARS的经验来推估这些严重的武汉病毒肺炎的病人 他在出院的时候有可能有一半的人说不定会有肺纤维化的一个现象 台湾首例出院电脑断层肺部曾有纤维化 一般肺部纤维化X光片呈现物状肺部如菜瓜布一般功能受损能不能恢复还是未知 专家推估武汉肺炎病毒还不断变异 严重性恐怕更胜流感 三菱新闻 李绍波 阿婷 综合报道